請問民家為大家示範今天 想教大家的手足球小技巧 傳底線 就是其實點是在這次任務貼到底的時候在這裡 所以你球一定要擺在這裡 那如果你今天下面一點的話 直接傳底線的話球可能會斜掉 所以永遠要在這裡 不管你怎麼聽 他就是要跟他對齊 拉下來的時候左手就直接轉 所以我們俗稱拉轉 這樣 拉下來轉 對齊 就是對方的人偶插到底的時候 跟他的第二隻人偶一起 球一定要在對齊 我們的球跟對方的人偶是在同一個直線上 對 同一個直線上 然後你的人偶一定要跟球是黏在一起 黏在一起 對 很多人他們今天拉下來的時候 他們會變開掉 他們的左手會彈向EWP 不錯的 嗯 這樣會比較慢 所以你的手是 是 就是 拉下來直接這樣轉 密的 好 扭起來 沒有鬆開 對 這個路線我們俗稱重路 那他必須對方的人偶要拉到最上面的時候才手得到 那你的人偶一樣是貼著的 那 一開始比較平嘛 你接到的時候你要往前 要不然有時候你沒有往前的時候球會反彈回來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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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總部大概就是 一條嘛 一條的時候不要太大力 重點是這隻的速度要夠快 所以說你上來的時候 一 這一下要夠快 好 重點是這隻腳 對 呀 只法師學會 應該多便 最高的